正适合做刘妃的魂魄 表哥神情凝重 可若是刘妃亲自来 你虽然是朽叶人 但也守不住诉说 除非 你把地府中的鬼差请来 请武判官出手 我倒是没有想过 可我既不知道刘妃在哪 也无法确定刘妃是不是一定会在中秋之夜动手 总不能让武判官一直舍着诉说吧 这请求说出来 他八成扭头就走了 不过这倒是个底牌 可以当做最后的杀手键 表哥看到我的模样反问道 小林 你是不是有了什么主意 我点了点头 没错 我还真有了主意 这个主意 在我知道诉说就是刘妃转生目标的时候 就已经想出来了 只不过缺一个重要的人 哥 你们正一派世大 能不能帮我抓一个人来 表哥直摇头 臭小子 你想什么呢 我们可是名门正派 帮你抓人 黑社会啊 我赶紧拍嘴 哎呀 错了错了 是请一个人来 这还差不多 说吧 谁 这人叫马二 没错 就是当初拿人坯堂卡来找我修复的马二 他在我的帮助下收拾了草菅人命的诗歌 也帮助我父亲找过甚远 当然也坑过我 后来他消失了 之前与九叔撕毁鬼气后 我曾问过马二的下落 九叔也不清楚 不过我暗中托九叔帮我做了一件事情 寻找一件新的人坯堂卡 毕竟马二的那张堂卡已经被我烧了 九叔跟我打了保票 说是一定能找到 堂卡找到了 还缺会使用堂卡的阴忍 马二是世上唯一活着的皮匠 非得找他不可 表哥显然也是知道这个人 他好奇地问道 你找一个皮匠做什么 我冷笑两声 既然刘飞懂得狸猫焕太子 我们不妨也唱一出相同的戏 狸猫焕太子 我也会 表哥是个聪明人 哪能不理解我话中隐藏的意思 他脸上露出担忧的神情 小林啊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直接灌入口中 辛辣的酒味 刺激着我的神经 让我同样感受到痛处 也让我更加冷静 只要不让黑鸭得逞 任何尝试 都算不得冒险 表哥琢磨了一下我这一句 同意了 小林啊 你说的没错 如果让黑鸭的组织阴谋得逞 不仅对整个银行来说是一场灾难 恐怕还会影响整个滑翔 引起动荡啊 黑鸭刘飞不得不住 我摁了一声宽慰表哥 哥 我不是那种有勇无谋的人 这件事情我肯定会策划好 争取万无一失 就算真的遇到危机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还有五判官作为杀手检呢 表哥笑着说 那好 明天一早我就走 去帮你把马二这个人给揪出来 抓给你 哦不 是请来见你 第二天 表哥离开了 我从宿醉中醒了过来 喝了点宁楠楠给熬的醒神汤 准备打电话 我摸了摸口袋 手机不在身边 八成又是被小鹿拿去看喜洋洋了 小鹿有素素带着 各种电子设备学的贼溜 要不是手掌太小握不住鼠标 估计都能和素素一起吃鸡打英雄联盟了 我喊道 小鹿 把爸爸的手机还回来 谁知小鹿没有回应我 我好奇地走去卧室 只见小鹿躺在床上 睡得很香甜 只不过 他是装的 这么久的相处 我早就知道小鹿真睡和装睡有什么区别 真睡时 呼吸很轻 装睡时 呼吸声要重一点 而且眼睫毛会一颤一颤的 我慢慢走过去 不断地呼唤他 小鹿 小鹿鹿 小鹿仍旧是装睡不理我 我伸出一根手指 在他脚底板轻轻一挠 小鹿最怕痒了 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他很快撇过头去 不来看我 他鼓起脸蛋表达出自己的心情 宝宝很生气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自己没得罪他 怎么会生气了 我还看到他压在身下的手机 上面还暂停着洗洋洋的画面 这丫头还会报复老爸了 我把小鹿抱起来举高高 小鹿一开始还绷着脸 不一会儿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现在能告诉爸爸 为什么生气了吗 小鹿插腰 坏爸爸 昨晚你又喝醉了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原因 的确是我给孩子做了一个坏榜样 我把小鹿搂进怀里 做出承诺 好 爸爸以后一定尽量控制 再也不喝醉了 真的 真的 那我们拉钩 好 我伸出小拇指 小鹿也伸出了小拇指 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许变 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许变 爸爸 我们还要盖个招 好 我和小鹿大拇指相应 算是完成了这次承诺 第306集 我顺利地拿到了手机 然后开始打电话 我打给了楚生和乌鸦子 山海棠欠我人情 龙虎山也欠我人情 两人上报给宗文后 都说会来帮我 楚生表示 他和山海棠的高手 甚至是厉害的妖怪 前来助我一臂之力 乌鸦子告诉我 黎天师也会到场 然后 我又打给了方叔 方叔联系上了毛山 方叔告诉我 他和师兄也就是毛山掌门 都会来帮我 除此之外 我还打电话给小黑 告知这里的情况 小黑又告诉了满战大师 然后满战大师 以私人方式 邀请了几名 银行高手前来相助 少郎中许强知道 我要和黑鸭动手 也会过来 最后 我打给了九叔 九叔论起 音术水准 或许 比不上 李天虚 方叔 毛山掌门 这样的绝世高手 但他老道的智慧 却是其他人拍马不及的 我请九叔来协调这些高手 九叔没有拒绝 其实大家都明白 一旦黑鸭成功复活他们的主子刘飞 那整个银行都将翻天覆地 大家的宗门流派江湖地位 也都会成为过眼烟云 我打这些电话 其实是下请帖 请诸位一同战斗 降妖除魔 保卫家园 宁楠楠也下了请帖 下给了十三局 十三局将会以官方身份 整合银行圣女的力量 剩下的人或许打不过刘飞 甚至连鬼闻叶叉都打不过 但拒杀成塔 万众一心 仍旧是一股不可小觑的 他们不用来帮我对付刘飞 他们要做的是 等刘飞率领黑鸭组织的主力前来抓素素时 趁机指导黄龙覆灭黑鸭组织的老巢 至于黑鸭的老巢在哪 我们曾经在黑鸭组织中插入的钉子 终于要发挥作用了 叶妖 说真的 也有变身他人的本事 但是如果不是他在黑鸭组织中寻找情报更重要 我真想让他来帮忙假扮素素 当然 估计一夜要小心谨慎的性格也不会答应 情帖都已经发出去了 下面 就是等待时机了 距离中秋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我把茶馆关了门 一来茶馆地板挖了个大洞还没有填回去 二来 未来不可预料 我带着一家人好好地过一过生活 当距离中秋还有十五天的时候 九叔来了 把新的人皮糖卡带给了我 距离中秋还有十天的时候 表哥回来了 带来了马二 见到马二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腿都在哆嗦 他之前坑过我 大概是怕我报复 你不用怕 我抓 我请你回来 是有事要你帮忙 听到我亲口这么说 马二神情放松了一些 李老板 什么事 你说 只要我能办到 绝不推辞 我把新的人皮糖卡拿了出来 然后叫来了素素 看到他的模样了吗 你用人皮糖卡 把人 扮成他 马二点头 这毕竟是他的本行 肯定能够做到 没问题 只是 谁来假扮他的 一旁的宁楠楠开口道 我来 马二刚想开口 却被我打断了 不 我来 我来搅拌素素 我的话一出口 在场的人都傻了眼 马二忍不住伸手指了指我 你 我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我 马二连忙摇头 不行不行 你和这位姑娘的身高 相差太多了 素素大概有一米六五的身高 而我则有一米八 马二看向宁楠呢 他虽然高几公分 但至少身形相差不多 您楠楠有一米七 您楠楠开口道 让我来吧 我仍旧是拒绝 不行 楠楠 这次我们的对手 千速未有的强 我曾见识过双子罗刹的实力 在他无心杀我的情况下 我仍旧无力抵抗 柳飞为了复活 已经从宋朝谋划到了金顶 他绝对不会有任何仁慈之心 这件事没得商量 必须我亲自来才行 我是首艺人 是五判官在人间的代言人 在凶恶的鬼 有地府印护着 至少也有一战之力 您楠楠犹豫了一下 可是 你假扮成素素 真的能以假乱真吗 我笑了起来 鬼不喜欢阳光 刘飞和黑鸭肯定是意见动手 到时候 我们把灯光调暗一些 刘飞又不知道我们有易容的本事 八成不会怀疑 认不出来的 我说服了宁楠呢 好 那就你来假扮素素 我会在茶馆写满灵传 一定让刘飞有来无回 马尔见我们决定了 也不再多言 他比照素素的模样 将新的人皮唐卡 变成了他的模样 我套上人皮唐卡 对着镜子一看 还真是素素的模样 除了个子稍微高一些 身体稍微宽一些 马尔把皮匠的技术发挥到了极致 他不仅精通捏皮 还精通画皮 他通过化妆的方式 把我的脸型画得有层次感 一照镜子 脸蛋最少竖了一圈 我打去马尔 他就算不混银行 去美妆行道 也能混出名堂 最后 我和素素拍了张合影 宛如双胞胎姐妹 时间在一点一滴的过去 银行高手们齐聚安堵 楚生带着山海棠的高手 以及几只百年老姚赶来驻镇 黎天师乌鸦子也带着龙虎山的高手前来驻镇 方叔带着毛山掌门和一众毛山弟子来帮武 正一派的高手由表哥带领 其余的高手由九叔带领 少郎中许强也来了 他只带了一个人 我以前从未见过 是一个一脸正气的男子 他向我介绍此人名为乔峰 与天龙八部里的主人公同名 是个很厉害的姻人 我知道许强和九叔矛盾不易化解 就让他跟着表哥一起了 十三局也出了令 他们以官方名义告诉这条街上的商户 最近要进行消防检查 店铺不得留人 就这样 中秋节整条街 只会剩下我们一众阴人 因为有表哥的情报 迪在明我在暗 各路高手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 但最终还是九叔这个老江湖的方案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九叔的方案很简单 等中秋夜到来 刘飞会带着黑鸭的人来茶馆抢夺素素 我方一众高手会提前在街道各个商铺中埋伏好 放他们进来 然后趁其不备关门打狗 刘飞带来黑鸭的人肯定有不少鬼闻夜叉 实力强悍 但我们一方有黎天虚毛山掌门方叔这样的绝顶高手 并不会落入下风 敌人被偷袭定然会乱了阵脚 他们的目的是素素 并非死战 刘飞一定会命手下拦住我方一众高手 自己靠强横的实力杀入茶馆 我方假以抵抗把刘飞放进茶馆 然后就是我的事情了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把真正的素素藏起来 只要真正的素素不被找到 刘飞就无法复生 哪怕我们都战死了 后世阴人仍旧有机会打败他 可是把素素藏到哪里呢 我把宁南娜逢为表哥喊来 商讨了半天仍旧没有想出妥铁的办法 如果中秋夜打不过刘飞 那把素素无论藏在何处都不安全 黑鸭早晚能够把他找到 最终是素素自己出了一个主意 一个对他非常残忍的主意 老板 我重新睡会玉棺材 你把我埋起来 玉棺材能够完全遮蔽我身上的阴气 他们找不到我的 你们赢了再把我挖出来 我忍不住问道 可如果我们输了呢 素素笑着说 没关系 我会再次沉眠 直到老板你再准事 把我唤醒 素素的笑容让我很心酸 他安慰我 老板 我们有缘 一定会再见的 表哥拍了拍我的肩膀 素素说的没错 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我捏紧拳头 用力地点头 与此同时 我在心中暗暗发誓 为了素素 为了家人朋友 为了世上每一个无辜的人 我一定要赢 也一定会赢 素素与我一一告别 再一次躺进玉棺材 为了保密 最后大家都离开 让我一人带着玉棺材去埋 如果我死了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素素被埋的地方 我带着玉棺材出了茶馆 但没人知道 我又把玉棺材拉回了茶馆 我把素素埋在之前 为了解救师爷 而在茶馆挖开的地洞里 埋好后 第二天我请装修队来 把茶馆的地板修复如初 有谁能想到 素素就埋在茶馆的地下呢 到了白天 小鹿吵着要素素姐姐 听得我眼圈发红 然后我做出了另一个决定 把小鹿送走 我实在是不知道 该把小鹿托付给谁 最终决定 让冯伟带着小鹿远走高飞 冯伟实力不强 留下也帮不上太大的忙 我骗小鹿 说冯伟叔叔要去国外做些事情 带着他一起去旅游好不好 小鹿欢天喜地 说要去国外迪士尼玩 他奇怪地问 爸爸和妈妈不去吗 素素姐姐呢 我强装笑意 揉了揉小鹿的头 爸爸妈妈 还有素素姐姐很忙的 等忙完了 一定会去找小鹿 小鹿天真的相信了 爸爸 那你们要快点来找小鹿哟 我认真答应下来 好 一定 中秋终于还是来临了 马儿为我穿上了人皮糖卡 把我弄成了素素的模样 宁楠楠想留下陪我 我没答应 让她去和表哥待在一起 我私下叮嘱表哥 战斗时一定要看着宁楠楠 不要让她太冲动 夜色降临整个街道都很安静 明明是团圆之夜 茶馆里却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一楼的窗边 望着窗外的月色 今夜的月亮 又大又圆 第三百零七集 我给自己倒了杯酒 慢慢的喝着 酒很淡 思念很浓 我想到了素素 不知道她在玉棺材中 是已经睡着了 还是在焦急的等待着我去找她 我想到了小鹿 不知道她在语言不通的国外 玩的开不开心 我想到了宁楠楠 她此刻是不是在紧张的祈祷 我还想到了父母 想到了朋友 想到了很多很多 一杯酒喝完 我感觉到了阴气 冲天的阴气 来了 如此浓烈的阴气 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比起双生罗刹 散发出的阴气更加的纯粹 毫无疑问 是刘飞 这道气息的旁边 还有许多稍弱的气息 这些阴气 我比较熟悉 是鬼闻夜叉 和我之前预测的一样 刘飞带着鬼闻夜叉大军 来抓素素了 我给自己倒上第二杯酒 等待着敌人破门而入 中秋佳节 决战之夜 今夜 顶生死 不知是不是我精神紧绷的原因 我感觉今夜时间过得格外的慢 时间好似放慢了一半 每一秒都格外的漫长 我敲了敲桌子 然后听到了雷鸣之声 窗外 一道惊雷 金色的闪电从天而降 声势惊人 龙虎山不传秘籍 金雷诀 这等威力肯定是离天师实战出来的 战斗 拉开了帷幕 这道精雷上原本寂静的街道 忽然热闹了起来 各式各样的声音穿过街道 传入了我的耳中 我听到了鬼哭狼嚎之音 听到了呼啸的风声 听到了俘虏爆炸的声音 我起身 把茶馆里的灯关上 然后站在茶馆中央 看着茶馆紧闭的大门 当这扇门打开的瞬间 就是最后的时刻了 砰的一声俱响 茶馆的大门四分五裂 刺眼的红光从门外照入茶馆 我眯起眼睛 看到半条街道都被红光照亮 一个人影在红光的衬托下 越走越近 是个女人 穿古装的女人 女人四十余岁 脸上却丝毫不见岁月留下的痕迹 她身穿宋代特色服饰大袖 颜色鲜艳 对筋 宽袖 衣长极西 领和衣襟相有精致的花边 女人身上的首饰极为精美 发饰 面饰 耳饰 警饰 和凶饰 一见不缺 雍容奢华 她迈着轻盈的步子 虽然是女人 尚未着的气势却是扑面而来 毫无疑问 此人正是黑鸭组织的创始人 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新皇妃 刘妃 她身上的阴气实在是太浓郁了 黑气弥漫 好似飘舞的愁动 刘妃踏见了茶馆 她迈入一只脚 茶馆的温度立即降到了零度一下 墙壁 地板 结起了薄薄的冰 刘妃看着我 双眼难掩兴奋 她果然把我当成了素素 然后 她迈入茶馆的第二只脚 当她的双脚落在了茶馆地板上的一瞬间 整个茶馆亮了起来 无论是茶馆的地板 天花板还是墙壁 都有蓝色的路浮亮起 灵路 宁男的花了一天的时间 把茶馆一楼每一处空间都画下了灵路 只要刘妃踏入茶馆 这些灵路就会同时被激活 所有的灵路都是一种功效 禁锢 我和宁男的商量过 我们的对手毕竟是罗长 攻击性的灵符 那是客满整个茶馆也不一定能够伤到刘妃 干脆都用禁锢类型的灵路 说不定会有奇效 每一张灵路上都飞出了一条蓝色的绳索 缠在刘妃的身上 他被捆了个结结实实 这是个机会 我毫不犹豫地在手心凝聚一只兵毛 向前大跨三步 向着刘妃的胸膛刺去 下一秒 我睁大眼睛 只见刘妃身上的绳索根根断裂 化作光点消散 灵路对他毫无作用 刘妃伸出一只手 抓向我手中的兵毛 他明明是魂魄之体 却轻而易举地握住了兵毛 我惊恐地发现 兵毛在刘妃的手中迅速染墨 我立即松开手 兵毛彻底染成了墨色 寸寸破碎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刘妃瞬间就来到了我的身前 我完全没有看清他是如何移动的 他伸出一只手指 托住了我的下巴 煞时间冰冷刺骨的寒意侵入了我的身体 我的血液几乎要结冰了 我的身体不能动了 但我早就有准备 我心念一动 二楼上无数最高级的鬼兵跳了下来 这是我埋伏的骑兵 等的就是刘妃分心时偷袭 人在以为自己得手时最容易分心 鬼也一样 鬼兵的长毛刺向了刘妃 如果得手 几十只长枪就能把他刺成刺猬 然而我看到的是刘妃的嘴角勾起了一丝弧度 他在笑嘲笑 他稍稍抬起头 看着从二楼跳下袭击的鬼兵 我看到刘妃的眼睛变成了红铜 茶馆被红光笼罩 时间好像被拉长了 每一只鬼兵的动作都慢了不止十倍 刘妃伸出另一只手 只伸出了一根手指 他对着一只鬼兵 隔空轻轻一点 瞬间这只鬼兵化作一片黑雾 魂飞魄散 我忍不住倒戏一口凉气 那可是最高级的鬼兵 再厉害些的都能当鬼差了 刘妃轻轻一指就能被灭了 这是什么力量 只见刘妃像是在做游戏 又是轻轻一点 另一只鬼兵也瞬间化作黑雾魂飞破灭 就像戳泡泡一样简单 不能让他再继续下去了 我当即发动狙魂潜鬼 半空中的鬼兵即使钻入我的体内 鬼兵附体我力量暴增 终于能够反抗刘妃了 我再次凝聚一只兵矛刺向刘妃 这么近的距离 我看他能如何抵达 刘妃没有到 他仅仅是看了我一眼 我的动作变慢了 兵矛刺向刘妃的速度 比蜗牛爬行还要慢 刘妃的强打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 我被几十只最高级别的鬼兵附身后 仍旧是被他的能力轻松陷阱 也不知道是让我的速度变慢了 还是让刘妃直接把这个茶馆内的时间变慢了 此刻我挥出冰毛的速度和蜗牛爬行比起来 真是相差不多 更可怕的是刘妃自己并不受到影响 刘妃轻轻挥手抓住了我手中的冰毛 这次注入更多力量的冰毛 仍旧是被刘妃的阴气步步吞噬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冰毛从刘妃的手部开始 一点点地被染成黑色 我深吸一口气 在刘妃力量的笼罩下 我呼吸都很难 难道我就这样败了吗 当然不是 我将所有的力量汇聚于右手掌心 刘妃轻我掌心中的地府鬼印变得无比炽热 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回暖 整个房间也在急剧的升温 地上墙壁上的薄冰也开始消融 仿佛阎冬已经过去 春天已经降临 在我手中的冰毛被地府鬼印迸发出的力量染成红色 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冰毛中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虽然罗刹的实力比我强 但我释放的力量毕竟是地府鬼印 地府鬼印代表的是十殿阎罗的力量与权威 此拉一声 刺耳的声音从冰毛上响起 仿佛是水滴在了烧红的铁片上 冰毛上的阴气迅速地被地府鬼印上的力量所驱散 刘飞被烫到了手迅速地后退 速度变慢的情况消失了 我想乘胜追击 刚迈出一步 手中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恐怖感 我急忙停下来 随后 我的额头上冒出了一阵密集的汗珠 我心中一阵后怕 刚刚我若是冒进 恐怕下场会是很惨烈 我手中的冰毛此刻已经变成了火红的长毛 刘飞抬起自己的手 她的魂魄滋滋冒着晴烟 很明显她被伤到了 刘飞的表情有了变化 先是思索随后变得阴沉 还有一丝愤怒 刹那间茶馆内的红光更加明亮 让我忍不住眯起眼睛 红光照亮了我的全身 刘飞上下打量着我 脸上的表情是越来越阴沉 她开了口 声音沙哑 带着一丝魔力 地府的力量 你不是强尸 被发现了 我一把扯下人皮糖卡 这玩意儿还挺闷的 刘飞看了我一眼 你是守夜人 我以为她会暴怒对我出手 没曾想她转身就走 茶馆的大门被她来时撞破 畅通无阻 当刘飞准备踏出茶馆时 她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没能走出去 她伸手一拍 空气中浮现出了阵阵波纹 我的嘴角露出笑语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 在我送走师娘前 老师娘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当年师爷过世后 她为了举行仪式 把茶馆本身改造成了一件法器 师爷的魂魄破碎却不散 除了埋在茶馆下面的阴雾 茶馆本身也有很大的功劳 换句话说 茶馆本身拥有封存魂魄的能力 太阳落山前 我把茶馆激活了 以我的估算 茶馆能把刘飞困住大概半日的时间 等表哥把外面那些鬼闻夜叉消灭 就能来支援我了 到时候就慢慢磨 也能把刘飞给磨死 刘飞尝试攻击茶馆 却被一阵波纹挡了下来 她剑出不去 重新转过身来 我先杀了你 她脚轻轻一抬 竟是飞了起来 静止地向我扑来 刘飞伸出手 她手上长出了锋利的指甲 向着我的喉咙抓来 我再次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 动作变得比蜗牛还慢 我急忙激活地府鬼印 地府鬼印再次发挥功效 让我恢复如初 刘飞已经飞到了我的面前 我手中的长毛刺不出去 只能横伸去到 刘飞的手抓在长毛上 浓郁的黑气保护着她的手 刚刚还能烫伤她的长毛 不仅没能继续伤到她 反而是微微弯曲 即将断裂 我坚持了大概三秒钟 她的一声 一声脆响 长毛应声而断 第308集 刘飞的手掌拍在我的胸前 把我给拍飞了出去 一直撞到身后的墙面才停下来 我上一路露出了一个大洞 巴掌的模样 好在刘飞只是魂魄 没有实体 否则这一巴掌 我的肋骨都会断掉 但这代表着我没有受伤 原本附在我体内的几十只高级鬼兵 瞬间消散了三分之一 急转点 转点 wurde 吴建平 澳 老了 底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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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